马来西亚法屁如水金藏演艺 明天就要正式登场了 志工拆除了模拟舞台的地标 迁移到了体育馆 进行贴标4896个地标工程 整齐的队伍呈现各种演艺队形 3000多位入金藏志工 已经熟悉各自的站位 良好默契的培养 有赖于脚底下的地标 感觉有一个安全感 让他们可以站上去 更有自信的将成为一个说法词 7月3号就是正式演绎 吉隆坡进食堂里 志工们正埋头拆除模拟舞台的地标 重要是要把这个东西剪出来 因为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翻开来 就可以确保我们年的地标正不正确 我们的地标组 要将Egypt个别的地标 将它放在舞台上面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复制的 体育馆内前一晚已经拉好了直线 必须重新调整 在电脑化的时候 跟现在实际上的 是有一点差别 所以我们是要考量 人是要站在佛台的后方还是前方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功夫的站位等等 不断重复计算测量 正式演绎的范围超过6000多平 志工们用耐力和毅力 务必在两天内完成 四千八百九十六个地标 我们成为地标组没有办法真正的入境障 可是我们做好我们地标 守好我们本分 也可以让入境障的菩萨很安心的整个的经文演绎 完毕的话 这我们也是其实属于入境障的一部分 舞台灯光正在进行测试 地标组志工得在一片黑暗中工作 但他们依旧卖力付出 大约新闻 邱婉静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